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啊 各地文旅疯狂摇人 但是你说咱们湖南卫视 摇人这方面可从来没差过 今天韩哥再跟我们摇一摇 不摇了 我记得我曾经 在一次开会的过程当中 介绍过长沙 就是你只要想来 你只要愿意来 你只要敢来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所有的热情包围你 让你来了就不想走 让你想到这买房 让你想在这里买房 找丈母娘 今天我想和你唱的现场 也是很多朋友来到长沙 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所以欢迎现场来自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欢迎200位想唱伙伴的道场 欢迎你们 那同时啊 我们想唱的其实有两大特产 怎么说 哪两大 一个特产呢 就是特别能产出快乐的 第二大特产就是特别能够 产出美妙音乐的音乐总监 谭一哲老师 同样我们欢迎他的TY的乐队 那今天呢要来到现场的 两位疙瘩子啊 他们呢是非常有态度的 音乐唱作人 没错 而且他们非常喜欢自己啊 作词 作曲 而且这两位歌手的歌曲 我觉得动不动就会让现场 变成蹦迪现场非常的欢快 然后充满了活力 没错 所以接下来各位都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进入百人合唱环节 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派对来宾 小鬼王林凯 欢迎小鬼王林凯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么现场各位尖叫欢呼不要停 让我们欢迎音乐派对来宾 余温温 小鬼王林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是余温温 大家好 我是小鬼王林凯 一开场跟我们这么多歌迷们一起唱歌 这种感受是不是很特别 我很喜欢现场坐在两旁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一边拉着我的手 一边拉着我的脉 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 刚刚拽你拽的最狠的是谁 每个人都拽我了 很多人都拉着我的手 那个男生我记住他了 眼镜男 你小子手劲儿挺大是不是 我下次我的手要收回来 对 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敢往旁边 就直接往前面伸 我没有啊 我只伸出去 我手就没了 就不见了 被拉走了 他们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可爱 找鬼 就是这个 刚才这个女生啊 我在那边唱歌 然后旁边的所有的观众都是 这样这样 然后这个女生就很腼腆 你知道吗 我刚好到那一排 我就对着她唱 你是我生了你 然后她就特别害羞 一下子就瞬间就脸红了 我看到她 她现在也脸红了 对 就瞬间一下子 然后就很有意思的感觉 是有互动 你与众不同的羞涩 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了 没错 非常感谢现场热情的小伙伴们 没错 接下来马上进入 小鬼王林凯的派对时间 马上看一下她的合唱 征集情况 大家好 我是王林凯 希望接下来这首歌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色彩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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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凯 你就是我生活的国色彩 加油 有我的老大 我祝你靠个 能让我聊得你 你现在有流程到够 能够的摘出 想要某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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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大飞机 你就是某种练习 他在微笑说我是这么想法 想想法有一点不像话 你说你要拿彩虹带我来帮我 给我一道彩虹 希望胡鸟 太可爱了吧 我已经不想再说 想一步抓紧 那只会你拍头 到当你应该要怎样 才能靠近 谁要带你去小谷 在雨框下抓紧我你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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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想要将你大领 等你我的将领 到最后都带领我 我信 所以你可能会 想要大口气 但我操受不了你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没关系 你跟美交往两分期 公司我不要用天命 吃饭学家大游戏 大游戏 像我的小猫咪 我像中央了 我爱你这不需要的故事 我现在还想不离 我自己的故事 你为这是你的考验 你看球高飘 你让我这么做 我爱你 今晚是说了 看着你的眼眸 现在反复是爱的之下 你对我点头 这一点一滴如果你缺乏底唱力 那我就是你的危机 这一点一滴如果你缺乏底唱力 这让你不见不太的过云烟 本家中的全味道在你的心一边 你全于落叶而我英雀笑语吗 我孙女偏偏爱你变羞花 别笑我打分析你知道我不会再听说爱 不是被多分当我想想早就带你离开 乘坐飞机环游世界就是年轻人 我好喜欢你这秘密我不想的隐瞒 别叫我打分析 让我唱首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Baby girl 别叫我打分析 谁会用我在你 吃饭水加大游戏 我们是小鬼 Baby girl 汪林凯的音乐实在是 我来喝你 我来喝你 喝茶 快找我吧 下个月等我去现场哦 拜拜 你自己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 刚刚那个视频当中 有一个小朋友 穿得很很HIPHOP 是 戴着耳机 对 我刚刚看到了 但是他今天穿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民俗的 还有这位 旁边称 对 太眼镜的那位 对 她的感觉 刚刚在视频里面 我觉得很有FAR 很有自己的那种态度 对 然后穿的又很 怎么说有商务男的一种感觉 对 感觉很奇怪 有点跳脱 对 然后又很会Rap的 就感觉很有反差 没有意思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把舞台来交给他们 在来到我们现场的 一百位想象伙伴当中 接下来将会有三十位朋友 来到台上 和小鬼一人一聚 分享同一首歌 而他们要分享的 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 ZINNING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小鬼万里凯的 一对三十合唱环节 小鬼万里凯 不想听没有 我不能听见 我们就听到 他也没听到 他也被人讨厌 知道了 这个朋友 没听到 他 plan了 那我被人讨厌 就不想说 就是 我先去了 你 火炬 好 薄 炬 你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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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们跳得好好啊 好 他们一点点组成了一个舞蹈阵型 然后最后一起来起舞 而且你跟他们舞蹈卡得好好啊 真的吗 对 我就是很好奇为什么 那把伞一直在我手上 到底是为什么 我已经收回来了一次 然后给人 然后又到我手上了 刚才我们才 在那边看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就像一个 音乐剧 特别棒的音乐剧一样 对不对 对 真的 这很默契 我都没往后看其实 后面的很整齐 除了个别穿黑色泥子大衣的朋友 这四位当中有一位真的是 好想拯救你的四肢 但是有些朋友真的很棒 对 首先上来那个藏主小朋友 来 由琴 欢迎你 对 哈喽 欢迎 欢迎 稍微等一下 来 小鬼 说出你年龄最小的粉丝的名字 三 二 一 验出来 嘎玛 嘎玛 格莱凯 什么什么歌 嘎玛 格莱凯 周 对啊 真还是对啊 嘎玛 格莱凯 周 大家好 我叫嘎玛 格莱凯 周 来自青海省玉树州杂斗县 今年十岁了 十五年级的学生 这是我的哥大子爸爸 哥大子爸爸 哥大子爸爸 大家好 我是嘎玛的搭档 我叫扎西财旺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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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特别喜欢哥哥的这首歌 18年 18年你几岁 5岁 喜欢哪一首歌曲 喜欢《热梦》呀 《热梦》呀 《热梦》呀 那些都喜欢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 小鬼哥哥的《别叫达芬奇》 因为这首歌是小鬼哥哥 自己作词作曲的 对吧 对吧 对的 对的 你说的 对 没错 然后我觉得太酷了 对 我平时在家里 也会尝试着自己去作词 对 但是因为没有beat 所以写了 像小鬼哥哥那样的作品 没有beat 我们现场就有 后来听说 有和小鬼哥哥 我的同台 我就用我最喜欢的 《别叫达芬奇》的伴奏 写了一段小邀请 小鬼哥哥和爸爸一起合唱好吗 太好了 来吧 我怎么配管你 在演唱之前呢 我想简单地教一句 歌词里的藏语 藏语 哪一句 扎希德勒 大家都会说吧 是 扎希德勒 彭桑错会吧 彭桑错 对 扎希德勒就是吉祥如意嘛 嗯 彭桑错就是幸福美满 哦 加西德勒 彭桑错 我会唱到三次 大家跟我一起说的时候 我就想请大家和小鬼哥哥一起来唱 加西德勒 彭桑错好吗 好 好 好 大家好 记住了吗 加西德勒 彭桑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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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别唱错 别唱错 来吧 音乐 有点发胆 新的就像乒乓 还好有hiphop 家势和老爸的助长 就让美妙的音符到 那海里面聊天 我的floor不大不小 就像是藏羽羊 欢迎来到广阔草原 像绿色太平洋 我来自世界无极 它的名字叫青藏 今天晚上在里面的黑链 晚上在里面的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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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oіє 大家跟我一起说 咱愿别来不上手 大家跟我一起说 咱愿别来不上手 大家跟我一起说 咱愿别来不上手 咱愿别来不上手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哇 我没想到 他这么厉害 更厉害的还爸爸 你们那个都是 就是 就是后面那段是 完全藏语的 也是你们自己 创作的一段词 好酷 好好听啊 AKGAMMA 酷 厉害 厉害 很有那种国际范儿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后面那段创作的 是什么意思 藏语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 心想事成的歌 给大家唱一首 幸福快乐的歌 吉祥的缘起 富饶的缘起 愿世界和平 生活幸福 健康快乐 大家跟我一起说 杰西的缘付赛作就是 哇 太好了 我听到时候我起GP疙瘩 有没有头皮发麻的感觉 从他第一声开嗓的时候 和他害羞的样子也不一样 你怎么说唱 就开始变了一个人一样 又AKGAMMA 开始变身了就 感觉自己回到那个草原那种 是 还有自信 自信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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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加油 好好学习 好期待他们将来有机会合作 小鬼你可以开养圈会的时候 真的 一对藏族的父子出现 然后来这样一段 哇 多炸啊 真的 AKGAMMA 对 杰西的缘传错 特别棒 知道了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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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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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西的乐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对 就是你们通常一长的 撒狗粮的 对 小小情侣 死爆了 对 就是求婚的这一对 主持人们好 大家好 我叫赵金庭 来自东北 吉林 吉林 你不说你来自东北 真听不出来这口音 我跟你讲 对 我就觉得我说话 根本就没有口音 根本就没有口音 没有 没有口音 没有 没有口音 没有 绝对没有 大家好 老师们好 然后我叫佩奇 我是来自浙江温州 今天我就带我媳妇 一会儿我俩就是搭档过来 跟我的喜欢的男人 蛤 可以 但是老婆说这种话的 这次来就是想看下我老公 就是特别欣赏的男人 到底是啥样的 啥时候喜欢小鬼那娘 我就是18年的时候 我18年的时候 我就听她那个苦奶 苦奶 苦奶啊 就特别好听 这我就疯狂就给她安利 然后因为我老公喜欢健身 然后她就带着我一起健身 然后就一直听那个小鬼的歌 哦 健身的时候 健身房比配 所以我提醒一下 你是浙江人 嗯 你没必要 哎 我老公喜欢健身 不是 所以以后我就陪我老公健身 你 月儿 月儿乱随俗你 那嘎嘎都会 必须的 必须的 所以你俩健身都是 就是怎么样一个健身方法 就是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带一点 特殊的我们平常健身的一些 玩的一些东西 对 带点东北特产狗粮 给大家采一下 好 那就再一次 再一次 哎呦 哎呦 还一个 还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小鬼来一个 来 这个 谢谢 可以可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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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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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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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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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来几个活车吧 来活车吧 该说不说的也是东北的 是拉伸的 好 等一下 变 来 3 2 1 可以 可以 单手 哎呦 拜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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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打草 谢谢你嘛 最后我想 你有个心愿 我想跟王凌凯说一句话 就是代表我们所有的达林 你说吧 你说吧 你真的是太酷了 希望你以后在你的音乐道路上 能一直哭下去 谢谢 谢谢 我为南哥迷扛大起 谢谢老铁 没牙域 没牙域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他一直纠结的一个问题 就那个伞 他刚收起的伞 打开又收 收了又打开 谁谁谁谁 来来来 曹凯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主持人老师好 小鬼好 你好 我是曹凯 我来自北京 然后现在是中国仔细团的一名演员 我们通过团体赛在布达佩斯 第15届马戏节 拿到了金奖第一名的成绩 哇哦 我在2014年的时候拿到了这个西班牙飞格雷斯 国际马戏节的金奖第一 当时也是第一个中国华人手技类的第一名 手速最快的男人 对 然后刚才在《小鬼》的这首 《云林云》这首歌当中 我用用了手技的一部分的技巧 嗯 对 然后其实我平时表演的时候 会用小球 哇哦 让大家来看一看杂技的这个手技的技巧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来 好 哇哦 好 哇哦 哇哦 我们丢三个已经很不错了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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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角 哇哇哇哇 心急独立 哇哇 弯角 还有 还有 一次 哇哇哇 天的 天的 猴 哇 还有 get good 我可以试 韩哥试一下 韩哥三个可以 三个 对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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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韩哥来个精气独立 好 其实说到手速 怎么了 健谕团的各位 全球手速最慢的几个人 都在我们的健谕团 就是我 我们可以先拿一颗球 然后拍可能会容易一些 然后呢把这个双手手心朝上 对 然后 然后两个手心现在对起来 然后往下砸中间的点 然后左手接 这边接 对 然后再试一下 左手往右手 附近 附近 两个球 我们试一下两个球 就是一 二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眼睛会了 对对对 最简单的一个 对对对 手完全 1 2 1 2 对啊 1 2 1 2 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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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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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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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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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是对了 球 球是飞了 拿出来 来 继续 1 2 1 2 1 2 哎呦 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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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真的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面看 别人不就是三个球 在手上丢来丢去吗 是 你自己试试看 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拿到这个金奖 真是实至名归 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您啊 真的 是的 也谢谢我们金奖团的伙伴们 谢谢 谢谢把这个球给你们 你们就回去 对对对 对 回去练去 做复健 好 复健 对 好 下次谢谢 谢谢 感谢你的是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想唱伙伴 那屏幕前的朋友们 可以随时登陆芒果TV唱吧搜索 我想和你唱专区 参与我们的合唱争取 就有机会来到现场 和你喜爱的歌手一起合唱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悬念 就是究竟哪三位幸运的合唱伙伴 能够进入到1v3的合唱环节 和小鬼王林凯 一起来合唱最后一首歌曲呢 我们现在马上揭晓 谢斯夫妇 对商务哥 商务哥像个大贝斯一样 等着等着出场 还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姐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三组幸运的小男伙伴 先从依依看起来 依依 自我介绍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李依依 今年18岁 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学妹 立得敬业 博学敬仙 我是从一个说唱节目 开始喜欢小鬼的 然后呢 我还很幸运地去到了 你的成团演唱会 去现场支持你 我知道你的Good Night 是17岁的时候写的 我也是在去年 我17岁的时候 写了我人生中 第一个说唱作品 然后是因为受你的影响 我特别想成为一名女rapper 来一下嘛 好吃的 来一段嘛 歌名叫什么 来 音乐 哇 小师妹 不停地找寻 不停地寻找 真的快乐 发现了音乐 发现了说唱 我的生活开了花 就这样唱着唱着 就这样拍着拍着 我的生活变成了开心的 放松的 幸福的 享受的 现在我在写歌 想到什么写什么 把人生当作碰碰着 碰着碰着 就不放了 谢谢 这是一个在我看来 很成熟的音乐作品了 已经 真的吗 对 对啊 有副歌有主歌 就是你可以完全出录音室版本了 被自己这么喜欢的歌手 这样称赞 太激动了 比现场见到这么棒的 大师哥都要激动 师哥 我真的帅到了 毕业这么久 从一开始就帅到了 从头到尾都没有看一眼 从头到尾 我一看 他说中传 我刚把手这么一打 我好厉害 我觉得学校这个介绍 其实就已经 然后师哥跟你对暗号 学校的那个校剧 完全不理 我要说唱 我要说唱 来 音乐 走 能理解 能理解他内心那份激动吗 对啊 年轻嘛 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 将来多多的创作 多多的积累 等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真的可以一手一手地推出来 好的 好 那么接下来 终于 留到了最后的一位贝勒 大家好 我叫李又琳 白天呢 我是一个传媒公司的负责人 到了晚上 我就变成了一个说唱爱好者 我也是从这个17年的 某说唱节目 关注到小鬼老师的 我觉得你是兼顾了 我rapper的音乐力 还有偶像的魅力的一个存在 谢谢 是很难很难复制的 谢谢 谢谢 然后 by the way 我要多加一句 不好意思 虽然看起来不像 但是你也是我的师兄 啊 我以为你是我的师兄 你是我高中的师兄 我们还有这层老乡的关系 不是 但是看到你现在长得这么年轻 我真的不敢相认 你知道吗 这么年轻 不是因为你呢 你为了这个成功的企业 投入了太多 也是有点 其实确实心力交瘁了 那我其实也带来了一段 我自己不太成熟的 一段小小的作品 好 导演 准备 喂 准备 3 2 1 GO 能够超越我的指 有我的下手 看了机会张大口 感觉像个人 血管里流淌的骄傲 让我踏起走 在拍摄上的居纸 让我对我都猜不走 哇 没人能轻松得到 从我成功的拍照 所以当我站在这里 面对所有人可置疑 我的不理直上被聚光的环绕 一般突然轻松下了手 我的就是我的 你们带我走 孩子怎么带着 不会睡过头 就这还没算的 那你必须知道 但我怕想高山服 看没有小眼阻挡 我的视线愈发清晰 只有定的重点 不怕再多风险 才能顺利度过你的兵器 Time 谢谢啊 我就想问一个事 干嘛 这首歌到底不成熟在哪里 他好稳啊 非常 就是不管是说话 还是在Rap的时候 就感觉站在舞台上 就控制住了整个场地的情形 对 那应该是在商场当中 经历了很多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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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呼呼起来了 就看我这个颜值状态 就师哥 你懂的 主要是他太像一个老板 C我喊师哥 好吓人 然后像老板突然喊你一声师哥 总觉得要你去面试的感觉 对不对 对 说到面试 要不要我们当场就是面试一下 让老板面试一下 然后他会提出一些老板提出的问题 一个场景 而你们要用押韵的方式来回答 老板提出的尖锐的问题 来展示你们在职场当中的高景上 比如说我们上班的时间 今天是9点 8点59的时候 我一个回头正好看到了你 然后就觉得 怎么回事啊 点儿来 你还挺会卡点儿啊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回复 1 2 3 GO 老板 我卡的不是点 而是卡的和你的遇见 在没有你的冬天 就像人生没有了经验 每当我踏入这个门槛 就感受到公司的温暖 第一 9点 老板 你好惊艳 我 我又没吃到 干嘛说我 8点59 又不是9点 干嘛说我 我又没吃到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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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 你别搞我啦 我又没吃到 别搞我啦 老板 别搞我啦 我又没吃到 别搞我啦 我真的不敢看到你 我就不敢搞你 你想几点上班 你就几点上班 好 嘿 嘿 要 要 说到卡点 其实我很在行 不只说话可以卡点 我跳起舞来更加卡点 老板 你说话 然后 然后 还有什么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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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张不开嘴 你说难受 不难受 你说难受 不难受 因为他看到老板就想吐 不是 我脑子里全是攻击性的东西 开除 你们公司都不上班的 都在干这个事啊 对 但是这个beat给的不好 是不是小鬼 对 这个beat不好 完了 完了 下一期乐队老师都不来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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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呢 这首歌叫做Good Night 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小鬼的 一对三的合唱Good Night 好着不见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该总和说起呢 我还不认识 你怎么在这儿傻狗粮啊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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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就算了 大人我们共享时间 麻烦心事都先留给明天 Oh baby 今晚我们都忘记过去 把记忆点都摘成故意 酒杯又再次吱起 因为谁的笑声 感情和理所当然不在乎 谁造成 我从来都不会 建议你说的规划 你说不想伤害 其实 会那么伟大 但我总是 被这些问题给铲除 慢慢的想要 克服到变成一种难度 感谢你这样 从不参与我的难处 复生 加速 升温 那都可燃 那天我醉了 并不是因为酒有多烈 享受着距离不知如何发现 Oh baby listen 你感受到我被以为无形 你累了 实际你根本懒得大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Yeah He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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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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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wow 不极了 变得那么快 炖焰至天雳露 在原地隐隐所通 可怜从一年耳末不再联系 有些话其实那一言语 就那么说不住 就吞沙吧 到现在要成就了 熟悉的气味在光天里迷茫 你知道自上的夜话 我甚至不能习惯 像射眼嘴上残留的口红音 最受声音的体温 也存在我手里的手里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眼睛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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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都没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Yeah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Good night 怎么说 真的就很怕rapper唱情歌 是 而且最关键是 对面还有一对两口子 他们俩一直在撒狗粮 就一句话 王林侃 你是真帅 谢谢 我也就一句话 鬼哥 你太酷了 谢谢 谢谢 我升华一下吧 升华一下吧 漂亮 我首先感谢一下小鬼老师 真的特别感谢你 让我圆了我的一个梦 然后也感谢我们这个节目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节目 只有我真正体验了之后 我才感受到它的真正的 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魅力所在 能让我们完成 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个梦想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因为这首歌我 我是全程要看着他们唱 对 然后不能看提姿器 虽然说这是我自己写的歌 然后我很怕我唱多了 就是会唱少了 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享受这个舞台 跟大家这次机会 然后我就沉浸在里面之后 反而就是很顺利 所以也谢谢我们三组想唱伙伴 谢谢你们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歌曲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没错 接下来马上进入余文文的派对时间 马上看一下她的合唱征集情况 大家好 我是余文文 提面这首歌会让你想起谁呢 提面这首歌会让你想起谁呢 希望每一段感情 都能终得圆满 我想和你唱 一起来 让我听听你们的经典故事 别堆去怀念 让绝静 缘的勾斜 让我听听你们的经典故事 让我听听你们的经典故事 深海了多年 又何必回了经典 都已成年 不成年 不成年 很久 在这首歌会让你们的经典 浪费时间 是我 情愿 是 谁谁最宝贵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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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红烈 就把柳高片发尊严 富哥 我先来 你这么说一点 不要哭吗 最坏的 哇 镜头前面是谁呢 再喝彩 最好要喝彩 不要流泪 好 让我看看你们 爱的有多热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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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理乱 干脆 公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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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历劫的感觉 好 好 才没顾复这些年 当你不断 忍着复活无处的花围 别让我执念 留我多情 我爱我爱你 是你 干脆 我们一起来 才知不服 远远 拜拜 我们喜欢你 真的是太感动了 我越来越期待 和你们面对面见面了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哦 拜拜 体面这首歌 真的是多少人 失恋时的精神慰藉 有安慰到你们过吗 有 现在我们进入余文的 一对三十合唱环节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心的真做事不妨 有心的人不屑 熬至最大 花时间去拥抱人生风浪 我该绝不掉头的船 不开的微笑不够幽默 忽然收藏云图快乐 浪花一样 我的目的地不和谁商量 从来遇见的都是晴朗 失败的理由别给我说 谁没办法记得错 我的目的地不用看谁来拿伤 从来都是一幅相当的模样 既然我来过 就应该是泡沫 别一幅勾斜的模样 别动不动就很堂皇 既然我来过 就应该是泡沫 既然你来过 既然你来过 就应该是泡沫 既然我来过 既然你来过 就应该是泡沫 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在视频当中 一直期待的那位小孩哥 好像 出来了 出现了 小孩哥 你叫小孩哥 非常冷静的 出现了 在视频里面 宝宝比较显瘦 然后现在 原来这么壮实的一个小朋友 就这几天的事 到了长沙以后你不想胖 是的 哎 大家好 文文好 各位主持人好 我是我们这一家子的大三文鱼 我叫陈璐林 然后这是我们一家的 两个小宝贝三文鱼 来点芥末 韩哥饿了 哎 怎么会叫三文鱼 我的歌迷是三文鱼 哦 你的歌迷的这样的一个族群 叫三文鱼 对 大家好 余婉婉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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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婉婉 余婉婉老师好 余婉 我叫拜浩诚 今年十岁 来自云南 我叫拜浩飞 今年六岁 来自云南 六岁 你是什么鱼 哎 我胖胖三文鱼 他刚才差一点点 我四文鱼 我四文鱼 当时在那个 和尚珍妮视频里的时候 你为什么哭得那么的伤心啊 那个是因为他们两个在我的影响下也非常喜欢文文 会在家里面PK文文的那些歌 然后唱这个体面的时候 是因为他的歌词没有哥哥记得这么熟 所以他就气哭了 哦 内卷 对对对 谢谢 连文文的新歌已读不回 是唱跳 然后他们跳舞都开始内卷了 现在已经 真的吗 对 现在可以吗 跳一个 不行 有可能我跳的没有他们好 结果跳完以后 余文文自己哭了 我没有他们跳的好 太卷了 没有他们跳的好 来 小朋友们 獨舞 好 哇 哇 哇 厉害 这个胖胖于好招人家稀罕啊 好可爱 你知道他两个小脚在下面捣动的时候 特可爱 哇 真的 对于刚刚这段舞蹈 请问圆跳 觉得他们两位谁跳得更好一些 这个 你感觉 我在这儿如果真的选了一个 他们回家就该有一个哭了 不用回家 当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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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唱体骗了 不要吧 说哭就哭 不 原来这么壮志的一个小朋友 你为什么哭了那么的伤心 他的歌词没有咯咯字的 这么熟 这么熟 没事 姐姐觉得你们跳都可好了 都跳得好 对 对 来 掌声送给两位舞啊 因为我知道文文非常热心公义 然后她不仅仅是担任了海洋守护大使 她也关注到了孤独症儿童 她是一个星光使者 然后我自从喜欢她以后 我也受到这样的正能量的感染下 我们也曾经资助过一名来自云南的女学生 我经常在写信的时候 会跟她说一个叫余文文姐姐 她在追逐她音乐梦想道路的这么一个故事 分享给她 后来我才得知原来她也非常喜欢音乐 而且她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 更小的缘分呢是她也姓余 而且她的生日跟文文是同一天的 你看好奇妙啊 嗯 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以榜样的力量 这样去言传身教的话 是一种最好的鼓励方式 所以我们资助的那个女学生呢 我以后有未来希望能够带她 去文文的演唱会 让她可以亲眼地看看 喜欢音乐追逐梦想的女孩 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是多么多么的漂亮 美好 太好了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来我的演唱会 谢谢 谢谢 婉婉还有那个雷扬啊 这两位 一开场的时候就注意到 他们坐在那里带着家伙 对 我最开始从后面看 我以为是两个抬球杆 后来站往下一看 是两个抬球杆 是抬球杆 对 尖尖的嘛 茶壶 来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文文好 韩哥好 大家好 我是李婉婉 我来自成都 我是一名飞夷茶艺师 在我旁边呢 是我的茶艺搭子 也是我的师兄 大家好 文文好 我叫王雷扬 来自成都 也是一名飞夷茶艺师 我们都特别地喜欢你 喜欢你那种帅气的状态 然后我们都知道 你最厉害的就是手上功夫 之前在看浪姐的时候 就知道你会的东西特别多 你可以一个人包办 一整场的乐队 真不给乐队老师留饭吃 但我不会用这个 等一下我会教你 好吧 所以今天呢 我和师兄也是带着 我们的手上功夫 最后与大家见面的 也希望你和小鬼老师 一起帮我们辅助一下 我们两个要为你们二位 献上一杯飞夷功夫茶 接下来我为大家表演的招式 叫海底捞月 哇 快乐 你看看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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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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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么晚啊 这很厉害啊 好的 接下来师兄 乌龙摆尾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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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看 看 上下翻杯左右横螺 神龙摆尾 摆尾摆尾 哇 哇 师兄果然是师兄 乌龙 摆尾 漂亮 好帅啊 干了 我们就先请文文老师吧 有点像打点滴的味道对不对 我还要把它放在头上 还有动作 我还得有动作 还要齿化 小心小心啊 碰出个锯来 小心小心啊 这个可以 这个行 这个你看 看一下都进去了 成功 他这怎么弄了 你觉得 挪了吧 小鬼应该看会了吧 自己试一下吧 就做那个海底捞月 最简单的 你确定这是最简单的吗 哇 就最简单啊 可以吗 小鬼 来吧 来吧 捞一下 来吧 捞一下 还是扶一下 你放心 我会替所有的粉丝们抱着你的腰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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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你选一个 我就看你最帅了 就你了 噢 最帅的得拿个大王 最帅的那必须得拿了吧 最帅我愿意 今年是龙年式 现在我们文文最幸运的日子 没错 海底捞鱼 不是海底捞鱼 是 红韵当头 好 好 红韵当头 好 红韵当头 红韵当头不是往头上那什么 就是往头上 就是往头上 就是放头上 最帅我愿意 助刘维 来 红韵当头 等会我这茶 顺着你这脖子就浇下去了 怎么办 顺便洗头 我好沉 感觉到湿了吗 好 搞点洗发露给你 我眼前是瀑布 我眼前就是那种水溅出来那种感觉 感觉全是我的福气 对 红韵当头 2024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 感谢大家 感受的这个记忆不容易 很厉害很厉害 谢谢谢谢 其实刚才这里面还有一位啊 特别的洒 而且她拿的东西 我觉得一眼就吸引了你们的注意力 没错 来来来 我们有请这位 哇 特别洒的女士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文文好 各位主持人好 我是易姐 我今年61岁了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机车梦 所以我在退休之后 才考了一个摩托车的驾照 我现在骑行有五年多 然后骑了三千多公里吧 三千多公里 对对 就是要把年轻时候想做的事情 是的 因为这一点呢 我也比较羡慕文文啊 哦 我对文文的了解 还是从浪姐开始 我就开始追 我觉得哇 这大闺女她很大了 你那三千多公里 都是骑着摩托车追她 追她 一直在追她 追到长沙 追到长沙 所以追到这儿来了啊 因为我羡慕她在哪儿呢 就是她那么小 就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而且要去实现 是 所以我们俩的这故事 加起来就是一个感受吧 就是无论你什么年龄 无论什么情况 只要有梦想 一定要去追求 它一定会实现 哇 对 种一棵树 最好的时间是在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对 对 祝福您未来的骑行道路 一路都非常非常顺利平安和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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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好洒 好榜样 对 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介绍一位 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的一位歌迷 我飞过去帮你找到了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段画面是我用GoPro在拍的 你看 手多稳 哇 哇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云南省 宝山市 昌宁县 柯街镇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位我们这个 合唱的嘉宾 她那个合唱视频啊 好像是在自己家的果园里面拍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一找 走在相间的小路上 木桶的歌声在荡漾 就是这种丰收的田野 然后温暖的阳光 然后自然生长的植物 好漂亮哦 小燕子 哎 谁叫我 这 我叫你 谁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啊 我 这认真的吗 是认真的 你认识我吗 我 这这这 我 韩 华老师 对 我要怎么进来 我这边这边这边 哇 天哪 天哪 各位朋友你们来看一下 多漂亮的窝干啊 而且你看 搭山的这种风 阳光的滋养 肯定特别的好 我们到时候可以拿一点 到现场去 给观众朋友们尝一尝 可以的 然后 带上二维码 让他们扫 哈哈哈哈 非常可以有 非常可以有 这个 这个一定要有 对不对 您唱歌是在哪个地方唱的 我会挑选 比如说 像这棵树比较高 然后像那棵果比较多 然后就会 而且色彩很好看的那种啊 对对对 就在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妈妈帮我拍的 一般视频的时候 妈妈帮我拍的 妈妈在不在 妈妈 阿姨你好 你好你好 小时候下地的时候 我妈妈就教我唱歌 哦 阿姨阿姨会唱歌 我妈会唱三歌 真的啊 对我们给妈妈来一段 我们给妈妈来一段 妈妈来一段 叫妈妈给我们来一段 看到湖南的陪月 美啊 你们为我拍摄的鸦片 哇 你们有听懂歌词吗 那当然了 见到湖南的朋友 来给我拍视频 然后要把这个视频永远记在心 对对对对 哇这个算是freestyle 哈哈哈 呃你当时在这里唱的歌 是那个余文文的歌 余文文我以前是通过 一个电影认识她的 但是后面通过很多综艺 你竟然看到她 就这么撒 背着电梯 对我觉得文文给人的感觉 就一个字 哎那你给我们唱一首文文的歌吗 这几年发了一首歌 嗯 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刷到了浪花 她的听第一次听到副歌的时候 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 嗯 我的目的地不用靠谁来打伤 从来都是一副潇洒的模样 既然我来过 就不应该是泡沫 就觉得我要做些什么 不应该是泡沫 你嗓子好好哦 我觉得你的一开嗓子 好像就就有故事的那种感觉啊 音乐是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喜怒哀乐都可以通过歌曲来传递 当时只是在做音乐直播 然后有一天就说到地里面来直播 就像现在这个季节有水果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问我你身后是什么 然后我说握肝 然后他们就说你可以挂上小黄车 都卖给我们吗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啊 没有想到销量会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你不但是有歌迷 你有可能还有果迷 对对对对 以前他们会问我 你什么时候开直播唱歌 现在他们会问我 你家我干什么手手 哎你看主角终于显现了 对对对对对 你是女配角 对 我们也特别希望未来 你真的能够搭建一个特别强大的 这样的一个团队 不但是把我们这个特界镇的 水果卖出去 云南的 对把我们这个 昌宁县的卖出去 把我们宝山的卖出去 对对对 把我们整个云南的卖出去 对对对 趁着你歌声的翅膀 没错 飞到更远的地方 谢谢王老师的祝福 我们在这里啊 要代表湖南卫视 我想和你唱 特别邀请你到节目现场 参加我们的我想和你唱 人生如歌我想和你唱 邀请你和文文同台唱歌 谢谢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能够现场见到文文老师 我们长沙见 好 长沙见 风调雨顺 文文加油 来吧 小燕子 哈喽 哈喽 文文好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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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心啊 我叫秦从燕 今天特地带来我家自己种的 好可爱啊 其实我最早是文文的影迷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那个 为爱吃芒果的林家 那段时间难过的 我都不想卖芒果了 为什么我要种芒果呢 为什么不全种卧干呢 我想对文文说 如果你还会拍前任续集的话 我想用三哥的方式 送几句台词给前任 好呀 我需要一位嘉宾老师 做前任是吗 做前任 来吧 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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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王勉 王勉 前任 不折不扣的前任 您是没看上是吧 看着点犹豫呢 在这 要不然下一个 找鬼吧 能怎么帮你 从我的前面慢慢地走过 走过去 然后看着我的表情 看着你的表情 不得了我唱四句 来 三二一 开始 要从我家门前过 我会抓你几大力久 说了如果你不行 后悔是不忧 后悔是不忧 后悔你啊哟 前任 猜一下 什么意思 有一种就是想要挽留的意思 挽留的意思 想多了 对 我的自信 我都猜到吗 有点难 那你从我 对 从我门前走 门前过 我会抓你踹几角 如果你什么真的已经后悔了 我告诉你没有后悔由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很温柔地唱出了这么狠的话 有点反差 你有反差 听完她好听的歌曲之后 我们也给她来个观影福利 你知道演吗 演一段好不好 重现一段 演一段什么 遇见前任是吗 带着现任 遇见前任 你可真敢想 什么吴泽霖 你要干吗 什么 吴泽霖 什么 我们三个要一起吗 吴泽霖说好想演 来 一起 我们一起 谁啊 谁是现任 那我是现任 你是前任 你是前任 我前任 那你边儿戴着 哇 这好快啊 这个现任好可怕 这个现任穿得好花里胡上 没有 我觉得咱们俩 这个颜色还是蛮搭的 搭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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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是这样啊 给规定情景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月晚 好大派啊 好大派啊 美诗 文文 你别怕 这样的话 我会更怕的 我们来这里躲躲雨吧 文文 躲雨啊 躲雨啊 去哪躲雨啊 在前面这个小屋檐底下 这个时候 现任把她的衣服 照在了文文的头上 哇 好浪漫啊 就发现远处 来了一个黑色的身影 来回游走 鬼鬼祟祟 我觉得旁边那个人 不像好人一样 你在这边来来回回 搞了好多趟了 到底要干什么 你是现任 你在干嘛 你是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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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现任 你能不能不要再发拉我了 那个 我认识你吗 你是谁啊 这是爸爸好 我这是爸爸 叔叔好 你在说什么 人家今年刚满18岁 文文 我也不是那种没有度量的人 他是你的前任 对不对 但是我是我 他是他 今天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文文 你说好的 本首应该体面 他体面吗 他体面吗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 体面 啊 所以我 所以我演了一个面 到最后 演戏呢 也一直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平时一定非常注重休息 对不对 是的 我挺注重劳逸结合的 感觉疲惫的时候呢 晚上要好好的睡一觉 整个人的状态呢 都会好很多 那么想要睡得好呢 其实拥有一个好床垫 其实很重要 向你推荐一下我们的 喜临门床垫 专专业守护深度好睡眠 那我也祝大家夜夜好睡眠 天天喜运相伴 谢谢所有的想象伙伴 屏幕前的朋友们 也可以上微博搜索 我想和你唱主话题词 参与我想和你唱 征集全民歌搭子活动 下一个来到现场 一盏歌喉的 就有可能是你 没错 还可以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的资讯 那接下来有三位 更幸运的伙伴 然后我们的回问 一起来唱一首歌曲 那究竟是那三位朋友呢 我们广告之后 马上揭晓 欢迎回到由喜临门独家冠名的 《我想和你唱》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喜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想和你唱》第五季 那么究竟是哪三位幸运的伙伴 会和文文进入到一对三的合唱环节呢 现在揭晓 是谁 谁 谁 肯定有她握杆的 有 那个弹吉他的女生 那个男生我记得 恭喜三位 恭喜 你看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标签 大家好 我叫娜菲莎尼加蒂 来自新疆科罗马裔 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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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希亚希 这首歌叫《女孩爱上电吉他》 我就是那个 因为你从此爱上电吉他的女孩 我之前是弹幕吉他 但是我学电吉他的话 就是我家里人不是很同意 就是我妈妈觉得 女孩子嘛就应该文静一点 就不要接触电吉他什么的 我家里人也希望我文静一点 所以给我取名文文 希望我文文静静的 你看看 试得其反吧 帅 文文姐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去自博参加了一个音乐节 对 然后就把网上文文姐弹电吉他的视频 就是一起发给了我妈 我说 看看文文姐多赛呀 多帅气 然后我妈妈就说 赶紧去学 你也可以像她一样 就那么帅气地 站在台上闪闪发光 妈妈好开明啊 所以说 没有任何人能够拒绝 弹电吉他的余文文 包括我妈 你练这个多长时间了 我才自学半年 对文文姐来说 应该就算是一个零基础 要不要把这半年学习成果 稍微展示一下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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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想 White 好 生命运 其实是依旧妥协 哦 谁能够面对初衷毫无赏亏 闭上双眼 决定真情修裂 第一次感动的笑颜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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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把声都唱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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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虽然已红了烟花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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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但愿我从未遗忘 啦啦啦啦啦啦 曾经许下的愿望 谢谢大家 你同场 谢谢 文文姐的招牌动作 最后一定要把剥片丢出去 不如文文现场 本尊来一个 帅一个 帅一个 你有剥片吗 把我的300个剥片拿过来 我把剥片丢了 这个 丢剥片的精髓啊 一定不能是随随便便地丢 那要怎样 他必须得弹出去 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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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好弹啊 还可以这样 对 我觉得弹吉他 其实啊 弹得好坏 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 有范儿 自己把自己摔倒就可以了 你觉得他有没有范儿 有 有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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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帅到文文姐吗 有 有帅到我 哎呦 哎呦 自己都害羞了 好的 赶紧沉浸在这种状态里面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一位年轻人 来自我介绍 小林 对 我叫林丽鱼 今年20岁 现在在童鸡大学读书 哦 懂鸡打我 哦 你为什么叫失恋歌手 因为每当朋友失恋的时候呢 我都会充当一个角色 就是带他们一起来到海底捞 买单 叫上服务员 唱一首体面 送给这位幸运的朋友 对 因为唱了很多次这首歌 所以到后来呢 我其实 我就想用8种不同的语言 哦 去唱这首体面 好丰富的经验啊 我们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我睡觉到夜宾 你要去回家 在海岸和海岸 没有什么地图 音乐 尔满命是一种灵魂 人物是一种灵魂 昔的我们也不在乎 我们也不在乎 谢谢 谢谢 他真的还可以 你看转换得很快很快的 我们大家也用自己的家乡话 是 唱一下 因为说到才华 我们建业团也是满满的才华 对 方言版 方言版的是吧 来 来吧 安山 安山 东北其实跟普通话也差不太多 对 差的不是很多 好啊 分手应该提面 谁都别给大家说抱歉 你嘎嘎一说出来 这个味儿就对了 广西的呢 广西 广西街上 分手应该提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何来亏钱 我感觉就感兴随 因为尽头是前面是中间的我们 在喝彩留着了生日礼节 你确定这不是太语吗 这确定不是清迈口音吗 对 但是其实我们更想更期待的 应该是文文跟三位 那种特别棒的 有可能超出了我们想象的那种 合作的美感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入到余文文的 一对三合唱环节 而你们要演唱的歌曲就是 体面 辛苦你没说体面 体面 那我们就接下来进入余文文的 一对三合唱环节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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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爱情人来到 也唱完之后 现在缓过来了吗 刚想说还没缓过来 对面就站着稳稳 感觉当然是非常的nice 非常的激动 因为在我耳机里面 唱了很久的人 我能跟他一起合唱 真的 真的真的很激动 虽然我唱了很多次这首歌 但是我每一遍 都有每一遍不同的体会 今天尤其如此 其实每次听文文唱这首歌 我都觉得我们可能 会在爱情里破碎 但是余维文的歌声就是浇水 会把我们一片一片一片地 拼凑起来 而且刚刚他们 四个人的合唱声线不同 就像是四段爱情故事的 一种交错 因为我觉得文文的每首歌 都很有故事感 特别像是我们爱情的里程碑 我会在体面里 学会体面地告别 然后再在合璧里 懂得如何释然 最后再在《以读不回》里 给不礼貌地过往 一个帅气的回旋踢 所以要谢谢余维文文 用她的歌声给我们欢乐的陪伴 也治愈我们的痛苦 爱你哦 这谁受得了 这谁受得了 爱你哦 下回我们去KTV唱一唱 比比谁唱得好 好的 我不怕输 文文和他们三位 一这样的方式 在这个舞台上合唱感受如何 我真心觉得他们三个唱得都非常好 甚至超过了我很多生活当中的朋友们 他们每个人唱得如果都有在看着他们的眼睛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对我来讲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再次谢谢所有的想唱伙伴 当然屏幕前的各位也可以欢迎你们登陆芒果TV唱八搜索 我想和你唱专区 参与我们的合唱征集 就有机会像他们一样 来到现场与你喜爱的歌手一起合唱 同时呢也可以上微博 关注我们湖南卫视我想和你唱 那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就有机会和你喜欢的歌手一起来到舞台上 一起同台唱歌 那接下来也有请 扎鬼 来到舞台上 那刚刚两位音乐派对来宾和喜爱他们的想唱伙伴们 一起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舞台 而今天两位疙瘩子 他们也要一起带来一个全新的合作曲 邀请现场两百位想唱伙伴一起来合唱 所以两位 你们要准备演唱的歌曲是 一阵恼人的秋风 人生需要的 带你喜临门我想跟你唱第五季精彩一会儿回来 等大室为了更好的演见 喜临门我想跟你唱第五季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喜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第五季 所以接下来马上进入全场合唱时间 谢谢 谢谢 第五季精彩继续 他不要值得那樣匆匆 請你為我去問一問他的放鳴 就不會回頭這是我的方式 撲空的舞台上包圍的裝置 那人的秋風換不回的浪子 音樂是壞彼此成立的光子 就不會讓他放空是黑夜卻驚愧 風暴我對不出現更明媚 光不延續 從而生都會滴淚 行動不配以完美的慈悔 末尾的定位就把他擊潰 下面正論的對折都太過零碎 請涉念的末尾 像瘋狂俱悲 比些故事的末尾 好多耐機悲 男人的風暴和火味的酒 正義我停止在失戀裡頭 離開的終日子終有靈透 不知我去的誰不有理由 風暢風暢 請你給我一個說明 是否他也真心懷念這一段情 風暢風暢 不要去的那樣從中間 經歷為我去問你問他能幫你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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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一直惱人的重逢 打扮你的人 我的情 吹到一去無影頭 為什麼你就隨著的重逢 沒頭說再見 手緊中沒有留下心的背 我最等風而去 我最等風而去 我無關就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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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暢風暢 請你給我一個說明 是否他也自己懷念這一段情 風暢風暢 不要去的那樣從從 請你為我去問一問他能幫你 風暢風暢 請你給我一個說明 風暢風暢 請你給我一個說明 是否他也真心懷念這一段情 風暢風暢 不要去的那樣從從 請你為我去問一問他能幫你 或許他的 tremcry 追問一問 voiceover como you're speaking 熊枢嘚嘚嘚w 曲願ney真心懷念這一段情義 曲何唸嘚嘚嘚嘚嘚 こ! 哇今天真的太HIGH了 超 High 的這首歌我很喜歡 这个歌给我的感觉 最大的就是复古 它有一种复古迪斯科的 那种旅动感 所以我觉得就是 它要有那种灯球嘛 对吧 然后穿那种喇叭裤 然后跳 那种感觉的东西 今天都有点像灯球 对 其实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文文和小鬼 给我的感受 一直都是属于那种 特别有态度的音乐唱作人 然后他们都是属于那种 不在乎别人对我什么看法 我努力地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也希望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变成他们这样 非常有态度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太酷了 音乐是开启我们每个人 人生可能性的 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而且这把钥匙 不管你是1岁 10岁 还是60岁 随时都可以去开启 你人生热爱的那扇门 所以谢谢你们 给我们这把钥匙 谢谢你们的道理 谢谢二位 说得好 今天在这个舞台 我们听到两位 非常棒的音乐来宾 带我们一起来合唱 那么下一期 究竟又会来怎样的疙瘩子 带给我们怎样的舞台呢 我们广告之后 为您揭晓 人生炫耀 喜临门我想跟你唱 对舞剧 精彩一会儿回来 更多是为了更好的意见 喜临门我想跟你唱 对舞剧精彩继续 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合唱 都已经全部结束了 谢谢你们 对于文文和小鬼的喜爱 谢谢你们 那么下一周 我们要邀请来的 跨屏合唱的疙瘩子 他们究竟是谁呢 剑队团给我点提示 谁呢 其中一位 来忘掉错诺 来回你过回 在宫的晚安 压着你宫有楼腿 对 还有一位 举手 不动 一起来 晚屏 晚屏老板 喝不醉 每天都在天上飞 哥们来不住 他们就是陈小春和 李承轩 是的 此刻他们的演唱视频 已经发布在网络上 屏幕前的朋友 抓紧时间拿起手机 参与合唱 你就有机会 来到这个舞台 参与我们的音乐派对 没错 我想和你唱第五季 每周五晚22点 湖南威士芒果TV 双平台独播 那港澳台地区 以及海外用户 可以通过芒果TV 国际版MangoTV 同步收看 最后让我们再次 喊出我们的口号 与其遥望 不容合唱 神奇的音乐派对 下周晚十点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和你一起期待 下一站的精彩 李承轩 二位 你们是属于什么搭子 我觉得我们都是 怕耳朵的一个路线 怕耳朵 太帅了 能不真意了 我第一次听人唱歌 听说推背感 忽然一下 中国我们回家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和你唱一首开心的 开心的 你先用一期 完美的配合 尝尝我们 心中的苦语了 你感受的觉 我都会陪着你 我想和你唱一首开心的 开心的 你想和我 想与上什么歌 尝尝我们 尝尝我们 心中的 尝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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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陪着你 会陪着你 耶